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今天想和長官討論一下 有關公務人員的不公平 以及士氣的問題 長官2019年的政案 也有提到 提升公共的水平 裏面包括內部的管制 公務員的士氣 和優質的服務給澳門市民 事實上回歸21年至今 尤其是基層的 基層的公務員 190點以下 例如海事人員 司機 群責人員 包括廚師 或者技術工人 包括郵差 和稽查 全部的問題 非常之大 因為除了點數反映不到真實的工作量 義務責任 每天都增加 其中 退休的時候 他們那幾十萬 是維持不到他們的生活質素的 基於這樣的情況 究竟 長官怎樣可以保障到他們 不夠將來 尤其是有沒有可能 離去基層的公務人員 可以同樣公平公正發放 關於連資房屋 和家庭的津貼 同樣其他的公務人員 由退休金區 他們都是有的 在這方面 希望長官可以伸出援手幫幫 另外那些不公平 例如法例15邪法 2009年 是可以度身定造 追溯到2007年 但是這件事 對其他回歸200年至2006年 是沒有這樣的待遇 這些類似 我們做了一些先例 給長官 究竟長官怎樣可以做得到 包括散衛時間 沒有計算到他們將來 去退休金 反映他們真實的情況 這些類似 可以伸出援手幫忙 麻煩你 先次言論有關的問題 我以公務員制度來說 是比較複雜的 坦白說 我都不是公務員出身 所以對這方面來說 我真的不是太熟悉 我都是依賴我們有關公職部門 他們提供的資料 所以你剛才所提的問題 我已經提了很多次 他們都回覆了很多次 他們有他們的報告給我 有關的情況 譬如你說退休制度 你可以20年行不行 或者早點行不行 但是我們公務員規定 都是30年 都是有一個規定的制度 這個就是公務員 跟我們私人企業有所不同 你可以離職 我想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說可以提早退休 這個是有一個制度的規定 關於可不可以追溯 他們跟我說 就沒有這個有關的規定 所以作為政府來說 可不可以作為一個特別的例外 因為法律裏面沒有例外 那麽可能是比較難做 那麽公務員 如果你說 基層公務員有困難的話 我想他們都是有一個保障的機制在 那麽我想 公職局它方面 他們都是每一年都有這個 有關的預算 或者幫助的支援的 那麽你說有關的 那麽關於他們的公職金制度 這個已經是 大家已經是沒有這個退休制度 就是一般都是公職金制度 現在大家都在行這個有關的制度 那麽現在最大的爭議 就是有沒有 退休之後有沒有房屋的津貼等等 這個大家提了很多次 但是這個 作為澳門特區政府來說 他們計過這個 第一來說沒有一個依據 第二來說 這個是很龐大的開支 所以現在是不是可以行到這個 都要有 大家要去討論的 但是 按嚴加的規定來說 因為是做不到的 因為這個公帑是很大的 一個公帑的開支 所以在這個階段來說 我答不到你很多的問題 因為這個太複雜的公務員制度 但是我們一直都在改進 有關的職程的合併 幫他們 最近立法會都已經細則性通過 再有關的 兩個職程的有關合併 那麽我想下一步來說 我們都會 不斷地去 在這個公務員裏面制度 簡化我們有關的職程 可以向上流動的這個基礎 好嗎?多謝你